所以今天我想首先来听听您对这个事件您是怎么观察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事情最有内涵的部分在于马云见川普正好是和川普团队宣布不见蔡英文这个事情几乎相同时 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马云是不是扮演着某种秘史或者特史的角色呢 这是最有意思的 川普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这段时间其实已经见了不少企业家了 美国的外国的都有 你像上个月他还见了日本首富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 孙正义是说在今后四年也就是川普在任的这四年要给美国投资五百亿 要创造多少万个工作就业机会 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也还威胁丰田说你得把厂开在美国 得把工作机会带到美国来否则你的这个汽车过境的时候我要给你争重税 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说呀他现在上任之前去会见一些大的企业 他是希望呢这些企业在他一就任的时候就很快就能有投资带进美国 就会有工作机会创造出来 所以谁能把投资带进来谁能创造工作机会他就欢迎谁 所以从他的这个角度呢是动机比较单纯一点 因为在川普就任的头一百天呢他刚刚上任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对他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他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百日新政的计划 那就是他头几个月他就一定要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要拿出一些不同于以往各界的作法 他要扭转这个美国的发展方向 所以他头几个月呢他就不仅要有不同的措施 而且确实也要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 要有一些亮眼的成绩能够拿出来 足够能够让他宣布一个胜利 这样他今后四年吧他才能够干得比较顺利 从马云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立场就复杂得多 这个首先是阿里最近也确实遇到了不少麻烦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 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又把阿里旗下的淘宝网站归入了一个黑名单 这个黑名单叫做恶名昭彰的市场 那就是说在淘宝这个网站上 它确实这个假货比较多 它的仿冒产品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以美国的标准来说已经高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 曾经淘宝网在2011年的时候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 2012年的时候取消了那现在又把它重新列进去了 那这对阿里来讲是一个生育上的比较大的打击 对投资人的信心是有影响的 所以从马云的角度来讲 首先他从自己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需要给投资人以信心 你看他去见川普展现出一个很美好的前景 说要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一张嘴就是一百万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公关活动 同时他也是一个未雨绸缪嘛 因为现在美国下一届政府的行政团队里面 在经济方面你看他是以保守派 以鹰派人士占主体的 所以这对这个阿里来讲 他心里也罪罪不外 现在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 在奥巴马政府的 奥巴马政府相对来说是在贸易领域 他是比较绥静一点了 可是呢在他任期的最后 都把阿里列进了臭名昭彰市场的黑名单 谁知道这个下一届 以鹰派著称的新政府上任以后 会不会对阿里更加不友好呢 会不会给他更多的差评呢 对他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呢 所以对马云来讲 从自己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是有些罪罪不安的情绪 那么通过这次会见川普 看起来好像还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因为随后阿里的股价就涨了1% 所以对于安定投资人的信心 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他是不是扮演有某种特使 某种密使的角色 你看他这个不见蔡英文和他去见川普 两个事放在一起 在国际的政治经济大事里面 实际上的凑巧 你很难说它是完全的巧合 这种概率是相当低的 所以也有人猜测 他要不然是去帮中国的企业去打探去了 或者是他是不是扮演着某种政府之间 沟通的一个密使的角色 那我觉得这些猜测也是完全合理的 你看这个川普和马云见面 你说他会不会直接提政治问题 我觉得不一定会 因为那毕竟不是马云他的这个身份 应该直接去谈的 但是中美关系显然和这两个人的身份 一个是中国首富 一个是美国的后任总统 这个整个气场啊 它是构成了这次会谈的一个主要背景 就是你不直接谈 但是呢这个关系 它是构成了这次会谈的一个主要的语境 对吧 一个潜台词的语境 那这两边的人也都挺聪明的 文贤歌而知雅逸嘛 有些事情他也不一定直接那么说 他暗示一下就可以了 你像这个会谈结束以后 马云出来就说 他这个中国 他代表的是中国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中国有多少多少亿的中产阶级 然后这个市场的规模有多大 维持对中国良好的贸易关系 对美国的繁荣是有多么的重要 那这些话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马云嘛 他代表的是中国企业强大的那一面 是经济发展有势头的那种趋势 再有一方面呢 就是马云他一张嘴就提出说要给美国创造一百万的工作就业机会 你看这个孙正义他就不会跨这种海口 帮助美国的大量的中小企业提出这样的承诺 这个潜台词也是很强的 阿里只是仅仅是中国的一个企业 他只是中国企业里面比较强大的一个 他一个你看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如果把整个中国大陆都算上去的话 这么大的经济体量 这么庞大的贸易和投资规模 那是不是对美国的繁荣就更加重要了呢 这个潜台词是很强的 那台湾有这么重要吗 台湾有这么重量级的企业吗 台湾能给美国投资这么多吗 是吧 他能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处吗 所以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就是说在中国那方面来讲的话 他这段时间其实跟川普已经有一些交到了 包括南海的那个潜航器的问题 包括推特上的一些你来我往打嘴仗的事情 他也在寻找川普的弱点 他要找到一个能够制约川普的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要从川普的弱点下手去影响他 要从他在乎的事情下手去影响他 这次马云去见川普呢 我觉得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 就是说川普在意的是什么 川普在意的就是说 他要有一个迅速的成功去说服美国民众 你们没有选错人 同时川普他所在意 就是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 是吧 所以我想这次马云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去见他 去提出一些承诺 这方面的意思还是有的 好的 那我们看到呢 虽然各自都有各自的角度啊 但有一个大的趋势呢 还有一个